6月17日,四川省宜兵市长宁县发生6.0级地震。地震发生时,贵州省尊义市震感强烈。在尊义市波州区潘水中学,一名女学生转身逆行指挥同学们有需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。 各网友纷纷给女孩临危不乱的行为点赞,称她为最美逆行。6月18日,记者来到该名女同学所在的学校,了解这段逆行背后的故事。 学生名叫顾兴尧,今年13岁,监控里是当时他们从宿舍往操场撤离的画面。 顾兴尧的宿舍在五楼,该层共有17间宿舍140余名学生。宿舍有两个安全通道,为了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加快学生撤离的时间,学校在平常的安全演练中,宿舍一楼、三楼、五楼的学生从右侧通道离开,二楼和四楼的学生从左侧通道离开。 而当晚,在五楼的右侧通道口挤满了学生,因担心站着不动的同学会拥堵通道。 顾兴尧立即转身往回走,一边挥手喊大家不要慌,一边指挥同学往操场跑。 一百多个人的生命大于我一个人的生命,当时我就这样想法。 然后,所以说,我就想着,就是我自己一个人跑步,大家一起走,一起导生。 你有想过你自己吗? 嗯,当时也没有想得太多,反正就是想着,他们一百多个人,我这里就一个人。 慌乱中,凭借顾兴尧的淡定指挥,同学们安全撤离到安全地带,整个宿舍五楼疏散过程不到四十秒。 当时心里还是比较慌张的,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,然后我们当时就想出去看一下, 但是没有了解到情况,我们也站在原地,不知道怎么办。 然后是顾兴尧同学来帮助我们一起撤离的时候,我们才一起下楼。 此外,针对地震发生时,我们该如何逃生? 记者也采访到了贵州省地震局相关专家。 震动较大,你人会站不稳,会甩倒,会会跌倒。 一般正常情况下是,等地震不过后,就是地震震完之后,我们再找安全的路线撤出去。 平时地震震完之后,我们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撤离,不要在房子上等着。 而至于逃生,就是我们想要怎么逃,逃生的过程中里面更多的是,在我们平时的应急演练里面,比如在学校, 平时我们在学校的中小学生都有应急演练,那么我们的演练,我们的逃生一定是按我们平时的应急演练的知识和经验来逃的。 我们面对出发的事件,突然的事件的时候,好多事情里面都不是理性的了,都是一种意志的东西,在坚持着咱们怎么做。 所以小女孩的精神点赞,但是她的方式方法应该说不是最合适的,不是最优的。